一提到新加坡的经济,你会想到什么? 花园城市游客很多,靠近马六甲海峡靠贸易起家, 税率低,很多外国富豪进驻, 这些的确是发展新加坡经济的关键因素之一。 但是,大家有想过, 是什么把新加坡从发展中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吗? 在面对全球竞争的局面下, 新加坡靠什么取胜呢? 大家好,这里是财富密码, 今天财富密码会深入和大家聊聊 新加坡的五大支柱产业, 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岛, 发展到人人都向往的移居城市。 新加坡到底靠什么变富呢? 看到最后,或许会改变你对新加坡经济的认知。 如果你对这类型的金钱内容有兴趣, 欢迎订阅我们。 作为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国家, 新加坡除了文明世界与瑞士银行比肩的金融行业,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张王牌, 就是它的制造业。 一说到制造业, 你脑海中首先浮现的画面是什么? 工厂的纺织女工, 服装、鞋子的血汗工厂, 还是玩具和廉价电子产品? 赶快打住你的想象, 在如今的新加坡以上都不是。 每次一说到工业或科技制造强国, 我们会想到老牌强国, 英国、德国、日本或者是中国等。 但你绝对想不到, 新加坡的制造业居然不逊于这些国家, 它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制造业占GDP20%的国家, 是隐藏版的科技强国, 也是全球第四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 制造能力是全球前十。 但你敢相信吗? 曾经的新加坡就是一个靠港口贸易, 装殖橡胶的国家, 根本没有技术发展制造业, 直到被迫独立, 两次石油危机造成了失业潮等, 才明白这样的单一经济格局是一场笑话。 为了挽救新加坡, 李光耀孤注一掷, 几乎可以说是破罐子破摔的建造育狼岛, 左手发展新加坡工业, 进军高科技领域。 很难相信, 短短50年, 新加坡就成为了人人眼中的制造强国。 新加坡经济的发展里程碑实在过于庞大, 我这里长话短说, 有兴趣了解的可以点开我们之前的影片, 来看看李光耀怎么带领新加坡经济转型。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新加坡制造业中的五大支柱产业。 新加坡制造业中的龙头行业, 这是新加坡最早发展起来的电子产业。 新加坡的电子产业比重占了大约40%, 特别是半导体, 更是龙头中的龙头, 企业注量超过300家。 其他主要产品还包括 计算机设备, 数据存储设备, 电信及消费电子产品等。 全球排名前50的著名企业, 都将研发中心或亚太总部, 迁移至新加坡。 新加坡的精密工程行业, 发展始于上世纪70年代。 现如今, 精密工程业行业, 已发展成为拥有大约2700家精密工程公司, 其中有中小型企业, 也有大型跨国公司。 精密制造工程是制造业中最关键的支柱, 不管是航空航天, 石油与天然气, 医疗设备和电子产品等都非常依赖它。 目前, 新加坡制造了全球大约70%的半导体引线焊接机。 由于新加坡的精密工程业覆盖了从承包制造商, 到全面解决方案供应商, 包括设计、测试、生产和供应链管理能力等, 研发基础设施完善, 大幅提升企业及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 新加坡在全球拥有充足与优质的精密工程人力资源, 满足了企业发展的业务要求。 新加坡非常重视培训及职业教育。 它还设立了专门的数码和精密工程中心, 用来培养精密工程专业人士。 新加坡是仅次于美国休斯顿和荷兰路特丹的世界第三代炼油中心, 还是世界石油贸易枢纽和亚洲石油产品定价中心, 生产总值40%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 新加坡是全球最大的自生式石油专警平台制造国, 独占全世界70%的市场份额。 但大家有没有好奇, 没有一滴油的新加坡是如何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国的呢? 我们都知道, 新加坡必领马六甲海峡, 日本和中国从中东进口的80%的石油, 都会经过马六甲海峡。 60年代, 李光耀敏锐察觉, 东亚石油产品消费的大量需求, 里面且藏着新加坡的发财机会。 新加坡可以通过加工原油获得巨大利润, 发展石化产业需要大力度吸引全球投资。 当时, 跨国石油公司也正在寻找更低成本的石油新基地, 进行资本与技术转移, 由此与新加坡不谋而合。 新加坡政府实施了许多项优惠的制度, 吸引跨国公司企业来新加坡投资, 比如著名的壳牌、VP和艾克森美孚等。 时到如今, 新加坡是世界上极少数不干预石油行业的国家, 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自由发展。 即使在1973年石油危机时, 新加坡政府依旧不干涉原油储备的出口, 此举赢得海外石油巨头信任, 很快各类外资石油企业进入, 形成了产业集群。 新加坡还推行了包括优惠碎制、 简化政府审批等一系列自由贸易措施, 提供优化, 比格必真的有油的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 拥有更优质的投资环境。 至此, 新加坡炼油厂的加工能力和复杂程度在全球居领先地位, 成为世界平均炼油规模超过每年2000万吨的两个国家之一。 另外一个国家是美国。 新加坡的炼油厂除了加工汽油等不同油品, 还能生产气态燃料、 合成气体、石油化工产品以及润滑油和沥青原料。 炼油业不仅为新加坡带来了真金白银及大量的利润, 还为化工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原料。 化学制品方面, 新加坡出口量位居全球前十, 有超过100家全球石油, 石化和特种化公司集聚于此。 人活在世上, 最大的需求不是金钱而是健康。 埃尔康、辉瑞、塞诺菲等全球知名医药企业 均把亚太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设于新加坡, 全球前十大收益最高的药物, 其中四种在新加坡生产。 目前新加坡拥有超过300家本土医药科技公司, 其中一半以上是初创公司。 但你敢相信吗? 曾经的新加坡就是个医药小白。 80年代的新加坡在生命科学领域, 只有国立大学的生命学院在苦苦支撑。 虽然实力强大, 但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学领域, 对生物领域的研究微乎其微。 更让新加坡政府绝望的是, 新加坡本土没有一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医药企业, 也根本没有成熟的教育条件培养出相关人才。 但不愿服输的新加坡人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们开始另批蹊径。 为了发展生物医药产业, 新加坡提供了大量税收减免, 以吸引国际生物医学公司和熟练的外国研究人员, 来帮助新加坡建立起自己的生物医学产业。 而诺贝尔奖得主, 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之父西德里·布伦纳, 就是第一位发现新加坡潜力的专业人士, 帮助新加坡创立了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研究生学院, 建立完整的医药体系, 为新加坡本土研究院以及高校, 培养了一大批生物医药领域高精尖人才。 这一举动, 也为后来新加坡成为亚洲医药产业中心,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21世纪, 在生物科技行业积淀已久的新加坡, 逐步将生物医药业作为战略产业。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奋斗, 新加坡已经彻底甩掉了生物医药小白的帽子, 并以一匹黑马的姿态, 成为了全球生物医药领域极为重要的一环。 而在更具说服力的产值方面, 新加坡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 连续16年达到百亿美元级的市场体量, 并一直保持增长, 从未出现下滑。 新加坡属于城市国家, 开车绕一周仅仅需一个多小时。 按道理, 一个丹丸之地有必要发展航空业吗? 但新加坡航空公司, 恰恰却神奇地成为世界声誉最好, 最盈利的航空公司之一。 客运航线网络, 覆盖35个国家的65个目的地。 一说到新加坡航空, 大家脑海中是不是冒出了安全保障, 服务素质高, 舒适等关键词呢? 这也就是新加坡航空业一流的秘诀。 新加坡还是全球宇航价值链的关键保养, 维修、翻修以及制造节点, 被誉为未来航空城, 拥有亚洲最大、 最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之一。 光是史里达航空园, 就有130多个航空航天企业驻扎新加坡。 此外, 新加坡还拥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卫星产业, 拥有30多家公司, 其中包括SES和Immerset等领先企业, 以及像Astroskill这样的太空初创企业。 以上就是新加坡五大支柱产业, 曾经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 以香港为首, 仅仅50年新加坡就实现了反超, 而新加坡对于制造业的野心从未停歇, 尽管因为疫情影响受到冲击, 进口成本和电力价格的压力压在了新加坡身上, 但政府仍致力于在2030年将国家打造成先进制造业全球业务, 创新与人才中心, 新加坡制造业在过去10年增长50%, 接下来10年也以同样增幅为目标。 具体措施为, 一,吸引全球最顶尖制造商来新加坡设立公司, 二,协助本地制造业公司以提高其竞争力, 三,加强本地人才培养, 吸引更多年轻人进入先进制造业领域。 或许正是这些不间断的技术升级和人才培养计划, 才是新加坡制造业大杀四方的战略。 这里是财富密码, 如果这支视频给了您一些启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